杜玉明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杜玉明国民党陆军中将 黄土一期毕业生蒋介石的重要心服 解放战争时他曾指挥过千军万马 被俘后因疾病缠身 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 直到今天才痊愈返回功德林 老杜回来了吧 就是 走走走 去看看走 王耀武率先发现杜玉明回归 他立刻凑上去续航问问 与此同时在远处的刘安国业力三两年 也注意到了杜玉明 他们与杜玉明并不熟悉 于是就在背后搅起了舌根 我党出钱出力抢救杜玉明 这件事让业力三二人嘖嘖称奇 在杜玉明住院的这几个月 他的医药费大多由龚德林负责 根据龚德林所长王英光的话推断 龚德林为杜玉明至少花了四百块钱 这可是一个作战连队一整月的伙食 哎呀我记得在解放战争后期 当中央公布了一个战犯的名单 包括蒋介石和应新陈诚在内 总共四十三名 目前在我们龚德林关押的这些战犯当中 能够上那个名单的只有杜玉明一个人 在闲着无聊时 王英光和郑伟也会探讨龚德林的去世 这天二人说起了杜玉明和王耀武的级别地位问题 杜玉明先当了东北脚总副总司令 实际指挥东北地区几十万国军 后来是徐州角总副总司令 又指挥了八十万国军 可以说他是地位滔天的一个人 而王耀武被赴前是第二随境区司令长官 山东省的军政一把手 也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力 但总的来说王耀武的职务是对标 徐州角总总司令刘志的 且王耀武身兼国民榜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 所以算起官职来 王耀武要比杜玉明高半仅 当然比起实际权力两人其实大差不差 为什么王耀武没在那份人单身 王耀武是封疆大力 影响主要是在华东华北 这杜玉明啊是战区司令 影响啊在全国 所以这也是他榜上有名的原因之一 两人的探讨到最后也没有结果 最终政委贺春年从军援角度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他认为王耀武紧紧丢了山段 而杜玉明丢了东北不说 还丢了整个中原 作为军人 实在是外能打